在拍摄《红海行动》前 影迪张艺就是瘸腿专业户 连吴京都经常调侃他 是国家一级瘸腿表演艺术家 但万万没想到 这次拍摄《红海行动》 张艺竟然真的瘸了 其实蛟龙队长这一角色 导演本打算让黄晓明演的 毕竟是军人形象 必须带阳光帅气 可当黄晓明听说要在沙漠里拍戏 还要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军事训练时 便以媳妇怀孕为由拒绝了 于是这个机会才到了张艺手里 虽然他长得不太好看 但也当过好几年兵 并且演技在线 刀部比黄晓明差 张艺也很痛快 随便翻了翻剧本就答应下来 不过他有个担忧 就是他已经背负瘸腿专业户的盛名 他可以少要片酬 只希望这次的角色能正常一点 导演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 老弟你放心 在我这里你的腿永远不会全 看到导演的态度 张艺总算放飞自我 尤其在拍摄时 一度自信满满地 秀自己的灵活的脚碎布 咱聊天又不测风云 仅仅过去两个月 魔咒再次被打破 在一场爆破戏份中 张艺被碎玻璃滑倒在地 本来正面摔倒问题不大 可他神经太大条 非要秀一波反应能力 结果当场翻车 左脚踝愣是被自己的右脚踩骨折了 主演受伤严重 全剧组只能停工 先从他去医院 可张艺听说上千人在等着自己 心里恨过意不去 只好打了针止疼药 一拳一拐地回到了剧组 导演见他如此坚持 一感动就给他加了段 腿不受伤的情节 与他之后的瘸腿状态完美契合 张艺倒是很敬业 忍着剧痛 坚持拍完了整部电影 而巧的是 当时吴君如的《100》 正好跟《红海行动》撞了档期 吴君如也把张艺的角色 改成腿不受伤的形象 可怜张艺瘸着腿 还在两边来回跑 最佳劳模 匪他莫属了 其实张艺瘸腿专业户的名号 由来已久 早在拍摄《我的团长我的团》时 他在剧中的形象就是个瘸子 当时他为了完美还原角色 每天都在琢磨瘸子怎么走路 而长达六个月的拍摄期 他日思夜想 结果人物是塑造完美了 可等拍摄结束后 却忘了正常人怎么走路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他犹如中了魔咒一般 在之后的作品里 经常出演瘸腿戏份 本来还没人注意 结果吴京这个怨种兄弟 到处宣扬此事 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演的那个瘸子 张艺同学到你了 谢谢老师 哎呦我不可 张艺同学你被露起了 谢谢老师 在吴京的宣传下 张艺一瘸成名 此时粉丝们再扒出 他以前的作品 才发现他演的瘸子还真不少 结果导致别人家的粉丝都是送拥抱 送香吻 而到了张艺者 就全是送拐杖的了 所以我这次就是 也想给一个送一个礼物 不知道是不是 是拐啊 这个才是礼物上的就别了 送拐也打扣 这可能是演员们最不敢进的剧组了 在拍摄鸿海行动时 导演没有选择用摄影棚 而是跑到摩洛哥实地取景 由于现场围观群众太多 噪音十分嘈杂 担心演员们听不清指令 导演林超贤便索性用枪声指挥 实时证明效果很不错 在场所有人一听见枪响 瞬间就能进入战斗状态 枪的那个感觉就是一种 很强烈的一种信号 是一个很猛的信号 为了打造出一场养我国威的大片 林超贤不惜花费巨资 请示摩洛哥高层 封锁了两条街道用于拍摄 并且当地政府还派来上千职业军人做群演 林超贤还通过人脉 搞来上百把真实枪械 以及三万多发空包弹 尽这些就足足花费两个亿 林超贤身为狂热军迷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在拍摄现场时 全程枪不离手吓得演员们 时时刻刻提心吊胆 生怕导演一不开心 就再也下不了班了 因此在后来采访时 张一对林超贤的评价就一句话 张一说的并非夸张 在拍摄现场 林超贤永远是最不要命的那个 由于道具全是真枪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他不但要求所有演员 事先进行严格的枪械训练 每次开拍前还亲自示范 吃枪姿势 为了追求真实效果 林超贤也坚持不使用特效 爆炸场面全是真仗 所有炸点的安装 他都参与监督 并且还会替演员们 走卫师炸点 但凡出现点意外 剧组就群龙无首了 更夸张的是 这家伙还在海军的支持下 获得了护卫舰 火箭炮 坦克 以及翼装等装备的使用权 这下他更野了 经常开着车跟坦克飙车 有一次他为了追拍一秒的精彩镜头 没有跟工作人员商量 就独自驾车跑到坦克前面 结果坦克驾驶员没注意 直接将他的车撞飞出去 等人们手忙脚乱的 将他从废墟中拖出来后 他却擦擦脸上的血 开口第一局就问 刚才的画面拍上了没有 而且林超贤不光自己拼命 对演员们要求也很严格 其中那场异装飞行的戏份 本来完全可以用特效 可林超贤不乐意 非要高空实拍 这下可苦了演员和摄影师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他们足足练习了几个月之久 才演绎出那般精彩的效果 孔高正都治好了 现在回想起来 演员们参演这部影片 还是很值得的 毕竟里面那么多的专业项目 统统练习一遍 有那么多技能傍身 再也不怕失业了 不过也正是导演的高要求 和演员们的认真敬业 才造就出一幕幕真实的战争场面 而这也正是鸿海行动 大获成功的原因 鸿海行动开拍前 导演遇到一件尴尬的事 就是迟迟找不到 人饰演同利一绝 主动找上门的女演员 道不少 关键导演的要求太高 同利是名军人 不但要剃成短发 身材还得健硕 仅这两条就将那些靠脸 吃饭的花瓶拒之门外 直到后来跟无精喝酒时 导演偶然得知了 蒋路霞这个人 蒋路霞自有习武 不但是五英级运动员 还是全国武术套路大赛的裁判 导演一听来了劲 立即邀请蒋路霞来试戏 果然无精推荐的人没有错 蒋路霞随便表演了几招硬派功夫 就彻底征服了导演 后来导演提出 想看看蒋路霞的腹肌 蒋路霞二话不说就脱掉上衣 看到他健壮的腹肌 导演当场拍板 决定就是他了 就这样 蒋路霞含痛剪掉 留了十几年的辫子 穿上军装 成为蛟龙小队的机枪手 不过按照导演的预想 同列的腹肌应该再丰满一些 蒋路霞没有犹豫 立即踏上增肌之旅 那时他每天坚持锻炼三四个小时 甚至练的几个月没来生理期 这还不算完 为了更好的塑造军人形象 蒋路霞特意到部队军训了几个月 不成想在一次高空训练时 他没有注意到地面上的裂缝 跳下来是一只脚正好踩进窟窿里 脚踝直接拧了一圈 当时就是右脚 三个地方不足 如果是一般人早就哭着回家找妈妈了 但蒋路霞没有 为了不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愣是一声没坑 等正式开拍后 他直接拎着一箱绷带进了组 他还告诉导演 不管多难多危险的戏 可以全部给他 受不受伤无所谓 只要能留条命让他回家就行 为此蒋路霞每次拍摄前 都将自己的脚缠满绷带 只要血流不通 产生麻木感就感觉不到痛了 就这样蒋路霞带着重伤 每天扛着几十斤的装备 跟着大家上跑下跳 为了展现自己的演技 有时他也会临场发挥一下 拍摄这一段时是没有剧本的 蒋路霞就顺着剧情 自然而然地标了几句脏话 没想到这一幕直接把导演感动哭了 文系这般上清 武系就更不用说了 无论多危险的戏份 蒋路霞都坚持亲自上阵 夺子弹过炸点 样样不输男演员 而张义等一众大咖 都被他超强的毅力与战斗力 给深深折服 在摩洛哥时 张义等人每天晚上出去逛街 必定叫上蒋路霞 本来蒋路霞以为他们担心 自己一个小朋友留在家会孤独 可拍摄结束后才知道 他们是害怕走夜路时被抢劫 拉自己去给他们当保镖 虽然说起来有些搞笑 但也正好说明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这个年头这样敬业的女演员 他不货 简直天理难容